义务房人呢 恐怕是听到风声讨断了 报仇也得跳跳对下 有些案子需要李少爷协助调查 确实委屈了李少爷 你妹妹跟你娘说 你在河满成过亲 还哄着你娘 让我去查你成亲的事 你说我怎么查呀 我去说 王女殿下 对不起 那个人是我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都是假成亲 还是说 我只是你的一个棋子 是你利用了我 又或者是说 咱们是一场交易 是我在帮你查 就这么说 你说她能信吗 总之呢 既然我母亲已经拜托了你去查 那就是你的事了 你这个人怎么能是我自己的事呢 来 吃饭 好久没吃家里的饭菜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好久没有吃我娘做的饭菜了 我也很久没有给家里人做饭吃了 以前我都是做饭给父亲吃 你父亲啊 你说过你是孤儿 你孤儿 抛弃我是他们的损失 我活得很开心 而且你看 我在河门 连命都差点没了 按理说我应该恨你 结果呢 我们还能坐在一起 开心地吃饭聊天 这事你就念叨不完了是吧 对啊 我这个人就是小毒气肠 我要念叨 一辈子 说实话 说实话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这么做 真的不会 来 你不会是想跟我道歉吧 你想跟我道歉 你上次感谢我 只有跟我夹菜 你分明就是想跟我道歉 想不到啊 唐唐的姜大风 也会道歉 真是长大 你快吃吧 再不吃菜都凉了 你先说 这事回去 我怎么跟你娘交差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可管不了 怎么能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那不是你娘嘛 而且你没成亲吗 管不着 江总部 你是来找我们东家吗 他人呢 实在不巧 上午过后 他被一位客人接走了 谁 这我就不知道了 似乎是一位地位 十分尊贵的客人 还专门派马车来接的 东家过府 真 我想起来了 这个客人他预约了挺多项目的 我看啊 丁家得下半夜才能回来了 今后你就是我们岳江王府的朋友 也是本王的朋友 江总部 您今天面色看上去挺好的 是有什么喜生吗 我母亲生辰快到了 想举办一场流水宴 与百姓同路 那是我们东家能帮得上忙吗 等颜男星回来告诉你们 好 江总部 慢走 你说江总部特意来这一趟说这事 该不会是要让我们随分子钱吧 是吗 天哪 王女该不会想坑我们一大笔钱吧 我好喜欢这个衣服 只要你喜欢我都买给你 大蓝 你啊就知道乱花钱 这多贵呀 瞧你喝不拢嘴的那样 明明心里混了坏了吧 只要能让张子当兴 穿点钱就合法 他喜欢的也这样 郎君 想买件什么样的衣裳呢 女人的衣裳 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什么样的女人 他这个人 贪财又臭美 总说自己聪明绝顶 冒昧如画 其实单纯的要命 就爱打抱不行 所以总是闲不下来 我 也不顾及自己的安危 什么事情都忘清楚了 那个 而且他总是自作主张 瞧人生气 瞧人担心 所以他 等等 等等 我是问他的身高 女性 是吗 一方 谁问你爱他有多深 身高体型 他 大概 总之我要有一件 他穿上去一定会非常漂亮的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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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赏赐咱们总补衙丝 咱们也得配得上赏赐 就你们现在这体力 去关门当差 都应付不了百姓的家宅纷扰 以后每日 家练一个时辰 继续 大爷 您要的东西已经取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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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郡王亲自来捧场 看来一说的是真的 这好坚强啊 谁呀 这好精巧啊 颜文姓 你没有收到我派人送到花晓龙的衣承吗 收到了 收到了你 你为何不穿啊 我是来干活的 穿那么华丽不方便 不 怎么我送你的衣服就不方便了 不就是比你身上这件 稍微正式一些 特别一些吗 想怎么说怎么说 我爱穿什么穿什么呗 你 今天这个日子 我穿那么高调 万一被人误会 我是女主人怎么办 穿到你娘耳朵里 我就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娘 林南兴 我娘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 没有啊 别想这些了 反正你又认不出我 我穿什么都一样 我送你衣服不是为了认出你 那是为什么 是 大人 您吩咐兄弟们调查 李武方名下的产业 有眉目了 他们想送我一个江州司马 我便赠他们一个釜底抽薪 是 大人 东补衙司进城 去各个香楼查看 是否有人终于营了 好 人都在这儿 洗了 好 大人 一共有九个 皆是树香门第之子 李武方人呢 恐怕是听到风声讨断了 但是赌方的伙计们都在这儿 是 把账本全部带走 给我仔细地搜 看看可有鬼草的痕迹 是 最约看得不错 您一枚 这是 吗 赌方的伙计 容年轻力壮者参赌 罪不可容 封殿一月 罚银五百两 则令东家三日内到总补衙司领罚 否则 加十 加罚 张总补 总补衙司吃错哪门子药了 一晚上封殿家中的店铺 金吴卫领的是黄粮 还是他李家的粮 江心白 你是在故意为难我 你若想阻挠总部压司办案 寻衅挑逝 我们可以去圣上面前理论 把礼物房给我带走 慢 这赌方 一不小心溜金鞋闲宅人员 没有这么大罪过吧 有没有罪 总部压司自有定论 带走 是 张总理 张总理救我 报仇也得跳跳对下 你 不配替你家背起这么大一个仇 我劝你别摆背情 我干净得很 大人 后面的事情书相不安排好了 放了他便是徇私 但若关着他 这盘棋就死了 殊员 白鹞峰 可适为他脱餵了 这 闭嘴 这孩子不学无数 江大人替老夫叫醒就行 也是好的 陆大人这是哪里的话 有些案子需要李少爷协助调查 确实委屈了李少爷 既然没事了 就请带着李公子早点回去休息吧 多谢老王爷 请请请 外祖父怎么会和李大人来总补牙丝啊 别愿僻静情忧 一个人住久了也烦 进城走走 刚好碰上陆大人听他说 他的外孙子被你请来做客了 所以跟着过来看看 原来如此 这么多年了 你还想为父报仇 心白只是秉承总补牙丝的职责 但求问心无愧 若真想报仇 就应当把外祖父我也算上 当年是我逼着你的父亲母亲和离 你父亲在崖州不幸遇难 说起来我也难辞其咎 不 心白不敢 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 当年你父亲被送往崖州的时候 你才五岁 你非要舍弃外祖父和你的母亲 要跟着你的父亲到崖州受罪 无论我怎么哄你 求你 跟你说你是江家的孩子 都没有用 你知道你当时都说些什么吗 你只说一句话 你是西兆明的儿子 玲珑 水晶 戴帽 环佩 大人 这么快就回来了 属下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大人想先听哪个 坏的 南将军已经逃往南京六国 具体哪一国尚不得知 屠门死后 公也莫齐两家又活过来了 河满城无人坐镇 百姓不得安宁了 都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南继风在失踪之前并不是毫无交代 他拆军中故交去保护父母 还提前解散了家奴和家将 看来是早有准备 大人 您说南继风早预测有此疑难 为何不提前知婚大人一事呢 恐怕是知会不到 幕后主使在京城 他的口信和书信都尽不了情 有一事忘了 有人在河满打听您的婚事 还描摸了颜姑娘的画像 送回京城 大人放心 我已经离谋唤太子了 您说 谁会干这种事呢 这丫头真是没完没了了 你怎么来了 上次吃了你一顿 我来还你一顿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这么晚了 我早吃过了呀 吃过了那就吃点消吧 让着啊 让着 让着 好了 好了 玉米也好了 可香啊 怎么样 吃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做饭啊 对啊 好吃吗 从来没见过这么 毫无技术的饭 好吃不就行了嘛 你尝尝这个 我先尝这个吧 那你喝水 给 还不错 好吃就行 说吧 说吧 这饭也吃了 今天晚上 你过来找我 究竟是有什么事啊 其实我主要 就是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顺便 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你 你娘亲呢 给你物色了几个相亲对象 但是我立刻就拒绝了 我仔细地查了查 有一个还可以 是相府家的三千斤 你要不要见一见 我给你安排 这大晚上的吃多了 不好消失 吃都吃了 别不认账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你就当是帮帮我 帮我一次 就一次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不去 人家相府家的三千斤 听说知书达理 貌美如花 你也不吃亏啊 你就 借一借 一次 你希望我去吗 你希望我去吗 我吸不希望的 重要吗 你娘动不动就要封我的铺子 我敢拒绝她 再说了 我要真完蛋了 谁帮你查案啊 你不也得不偿失 你就当是为了我们 借一借 为了我们 当然啊 为了我们 就一次 好 我去 真的 真的 立刻安排 不过 你可别后悔哦 再去帮我烤穿香菇吧 好好好 好 我们 我们 江总快点 好 好风景啊 什么声音 好沙发 姜总不来了 来了来了 真准事啊 瞧把他吼急的 平时来见我 倒也不见你穿得这么风骚 闫南星今日必定要应酬陪三小姐 他身边这位便适了 好 走 芙蓉不仅美人妆 小姐今日甚是美丽 是我呢 真是吗 是啊 近日能与小姐相见 实在是三生有幸的 别说了 只是可惜 我是有婚了 咱们是有幸而无缘了 萨儿 萨儿 你送三小姐去雅京歇息 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真有幸 快 行行行行行行 我给你扣点茶啊 真这么美吗 来来来来来来 过来 过来 你是故意的 我当然不是故意的 我不认识人 你知道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都听说了 你跟那个排三小姐 根本就是见过的 你平时都能那么吹 怎么会认不出来 我和他 就只有一面之缘而已 那你这个脸盲 太没有原则了 想认得出就认得出 想认不出就认不出 我能认识你呀 你认出我有什么用 我也不跟你想起 回去 好好哄一哄人家 你把这误会给圆回来 我跟你说 你这个样子 我该打一辈子光棍 我不是光棍 我看我呀 就是个官夫 呸呸呸 我还没死 别揍我 你还笑 你赶紧回去 把人家哄好了 别害我关店 走 走 走 好 三小姐稍坐 我去添些茶水 不必了 饱了 不知郡王平时 平时 可有什么兴趣 看书 查案 那郡王平时 都爱看些 什么书啊 冰书 冰 那 吴子 有以吴子中的 制冰篇 论匠篇 历史篇 时长温过 谁让你跟姑娘聊这些呀 敢问郡王 心仪的 是何种女子 不会 是方才在堂前招呼的那种女子吧 方才我错把那位妇人认作了三小姐 我 你我上次相见 还是年前宫中举办的端午宴赏 你我相隔甚远 我未看清楚三小姐的样貌 我未看清楚三小姐的样貌 只记得你输了单刀半翻计 方才那位妇人也是输的单刀半翻计 这才认错了人 原来如此 不过 郡王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郡王 究竟心仪的 是怎样的女子 我不看你